据封面新闻报道 5月21日 湖北武汉妇产医生张云化名反映 她最近在处理离婚事宜期间 发现身为麻醉医生的丈夫丁某 从医院私带出近百份麻醉药品 其中包括一些严格管制的毒麻品种 她跟出轨对象的聊天记录中 有两次疑似是正在实施手术 她还把病人麻醉后的照片发给出轨对象 张云提供的数百张聊天记录显示 双方姻老公、老婆相称 探讨过结婚 如何更好抚养孩子的问题 回顾两人首次约会 男方担心遭遇仙人跳 有多次约会及分享亲密照片的记录 对此丁某车两人早已协议离婚 自己并未出轨 只是与网友暧昧聊天 遭到妻子栽赃嫁祸 那些麻醉品是早几年 我们医院与外院合作 因工作原因带出来 没有完就被我放家里了 还伪造了聊天记录 记者联系武汉市公安局汉阳区分局 工作人员表示 却已接到张云报警 相关工作正在进行 22日早上 武汉六医院工作人员回复记者 称还未询问丁某本人 将调查核实后回复